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变化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 特别是以色列军队击毙哈马斯领袖辛瓦的震撼消息 这一事件不仅是以色列在反恐战争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更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以色列官员和美国总统拜登都对此表示支持 认为这是捍卫自由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辛瓦的死是否能够改变持续的冲突局面 各方反应不一,地区局势依然不容乐观 随着哈马斯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组织 未来的战争或许还未结束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在短期内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如何实现持久和平仍需各方共同努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充满紧张与不安的中东地区 2023年10月18日 特拉维夫传来一个震撼的消息 以色列证实策划去年10月7日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哈马斯领导人辛瓦 在加沙丧命 这一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迅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以色列外长辞资自豪地表示 辛瓦的死不仅是以色列在军事上的一项伟大成就 也是道德上的胜利标志着以色列在反恐斗争中的坚定决心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称这是美好的一天 他的言辞不仅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持 也反映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 以色列军方发布了相关消息 确认了辛瓦的死讯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评论与反应 支持以色列的人们欢呼雀跃 认为这是正义的胜利 而反对者则对此表示愤怒 认为这将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辛瓦的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而是中东复杂局势的一个缩影 自哈马斯在2007年控制加沙以来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 去年10月哈马斯的袭击造成数百名 以色列平民伤亡 国际社会对此广泛谴责 也使以色列在反击中更加坚定 辛瓦的死标志着以色列在加沙的反恐行动 达到了新高峰 作为去年恐怖攻击的策划者 辛瓦一直是以色列安全部门的心头大患 她的死亡不仅意味着一个重要军事目标被消灭 也让人们对未来的局势产生了新的思考 尽管辛瓦的死被视为以色列的一次重大胜利 但以色列官员警告说战争并没有结束 哈马斯依然强大 拥有众多追随者和资源 以色列的安全局势依然严峻 未来冲突不可避免 以色列国防部长强调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哈马斯的威胁依然存在 在这场持续的冲突中 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加沙地区的居民在战争阴影下生活 面临着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困境 许多家庭因战争失去亲人 孩子们在炮火声中长大 心灵受到创伤 辛瓦的死或许让一些人感到欣慰 但对于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一切的人来说 这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在国际社会中 各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看法不一 有人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认为面对恐怖主义必须强硬 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和平解决冲突 强调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以色列军方的精准打击也在持续进行 自九月底以来 以色列对真主党展开了一系列空袭 接连铲除其领导层 真主党面临的压力 可想而知 分析人士指出 哈马斯和真主党被连根拔起后 接下来可能会是伊朗的危机 在这场冲突中 中共的角色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尽管中共声称会支持真主党 但在炮火威胁下 他们的维和部队选择了撤退 推特上流传的消息显示 中共在宣布坚守后 仅仅三小时就撤离 显示出其在中东影响力的脆弱 在国内 习近平的两大心腹王小红 和蔡奇的异常举动 引发外界的猜测 王小红在调研中提及经济和民生问题 似乎在暗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而蔡奇的缺席 更是让人对中共高层的动态 产生诸多联想 难道中共内部正在发生 不为外界所知的变故 第136届广交会的召开 未能掩盖中国经济的尴尬现状 尽管官方数据称参展人数创新高 但社交媒体上流出的真实情况却显示 欧美采购商数量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采购商 专家指出中国制造业出口放缓 已成定局 未来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股市方面 而股市场的剧烈波动 让两亿散户投资者无奈 随着股市暴跌 散户纷纷撤退 市场恐慌情绪愈演愈烈 散户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 对短暂牛市的失望 认为自己被官方媒体的宣传误导 此外 诺金亚和麦肯锡等外企 在华裁员的消息显示出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 诺基亚在大中华区裁减近2000名员工 麦肯锡才调约500个职位 反映出外企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吉林一国企员工 因离港16年被摧毁上班的事件 引发网友热议 揭示中共体制内吃空想问题 这一系列事件无不反映出 中共在内外压力下的困境 未来局势如何发展 值得持续关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以色列击毙哈马斯领袖新瓦 是正确的反恐行动 这不仅展示了以色列的军事能力 也向恐怖分子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对无辜平民的攻击不会被容忍 历史上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强硬的军事行动 常常是必要的手段 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穆尼黑惨案后 以色列开始了名为 上帝的复仇的 行动通过精准打击 来警告潜在的恐怖分子 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担心短期内的紧张局势 而否定以色列的这一行动 然而 历史也告诉我们 军事行动并不是解决中东冲突的长久之计 想想2003年 美国入侵伊拉克 虽然打击了萨达姆政权 但却导致了该地区长期的不稳定 和恐怖主义的蔓延 以色列击毙新娃只能是短期内的胜利 长期来看 只会加深仇恨 使和平更加遥远 中东的复杂问题 需要通过外交对话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而不是依赖于军事力量 拜登总统称 这是美好的一天 显示了美国的支持 而美国作为以色列的坚定盟友 其支持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以色列在面对恐怖威胁时 选择果断出击 是对自身安全的捍卫 也是向国际恐怖势力的有利回击 考虑到哈马斯曾多次挑衅 和袭击以色列 击毙其领袖新娃 是对恐怖主义的强烈震 只有通过这样的强硬手段 才能保证以色列民众的生命安全 和国家的稳定 拜登的表态 更多是出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而非对真正和平的追求 看看历史上的无数次冲突 军事行动往往只会招致更多的报复和冲突循环 比如阿富汗战争 我们看到了20多年后 塔利班的重新崛起 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固然重要 但解决哈马斯等组织的根本原因 才是长久之计 这需要包括经济发展 社会改革和国际合作在内的多方努力 而不是简单的军事打击 当然 长久的和平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但在面临直接的恐怖威胁时 军事行动是不可或缺的 在历史上 许多国家都通过军事手段 暂时抑制了暴力升级 进而为后续的和平谈判创造空间 以色列的每一次反击 都是在向世界证明 它不会屈服于恐怖主义 更何况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经过缜密筹划的 正如2011年 美国击毙本拉登通过精准打击 达成了反恐目的 减少了后续的恐怖活动 但不要忘记 本拉登事件的后果 也并没有完全消除恐怖主义威胁 正如你提到的 这些行动可能会创造短暂的安宁 但从长远来看 孤立的军事打击 往往忽略了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让深层次的问题持续存在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仇恨 根深蒂固需要的是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只有通过地区合作 国际协作和政治谈判 才能真正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 迈向持久和平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 涉及到以色列对哈马斯领袖 新瓦的基底行动 两位辩手分别从军事反恐和外交解决的角度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楚天书强调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 认为这是以色列面对恐怖威胁时的一种果断反击 并且历史上位式的行动 往往能够为后续的和平谈判创造条件 他引用了以色列过去的反恐行动 试图证明军事手段的有效性 然而谢琪琪则对此提出了质疑 强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依赖军事力量无法根本解决中东的复杂问题 他提到美国的军事介入虽然在短期内达到了效果 但长期来看却导致了更深层的矛盾和不稳定 谢琪琪强调 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促进外交对话和国际合作 而不仅仅是依靠军事手段 在辩论中 楚天书的论点强调了当前安全环境下的迫切性 而谢琪琪则提出了对未来的长期考量 两位变手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观点 但也暴露出在面对恐怖主义这一击手问题上的不同理解 总结来看 楚天书的立场虽然在短期内有其合理性 却忽视了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和深化仇恨的风险 谢琪琪的观点则提醒我们 解决冲突不仅需要对当前威胁的应对 更需要从根本上了解和解决问题的根源 中东的情势错综复杂 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而非单一的军事行动 最终 这场辩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反恐行动与和平建设并非对立 而是需要融合的策略 正如谢琪琪所言 唯有从经济 社会及政治层面入手 才能真正破除暴力循环 实现持久和平 希望未来的政策制定者能够以此未见 寻求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